哈喽 木木老师又来了呀 好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吧 好 先拿出一支钩线笔来 那老师呢 今天呢 要来教教你们画什么呀 画一颗辣椒 就是你们的青椒辣椒 太空椒 都可以 好 第一步呢 因为辣椒不是有好几半 对不对呀 青椒是有好几半 对不对 好的 第一步呢 我们先画一个 最基本的形状 干嘛呀 椭圆形 但又不像椭圆形 为什么呀 因为辣椒的头比较大 下面的身体比较小 好的 第一个画好了 好 第二个 好 稍微可以画大一点 好 下面呢 还是要画瘦一点点 不能特别的大 好嘞 好 第三个 好 OK 好 再把它的下面的尾巴 给它画出来 好 这辣椒的头 给它画好来 好 再把辣椒的梗 给它画出来 OK 辣椒的形状 就画好了 好 那这时候呢 要拿出我们漂亮的彩笔来 将我辣椒 给涂上颜色 好 老师的辣椒呢 先用一个 梗 先用了一个 浅浅棕色的咖啡色 给它填上 好 那梗的地方呢 因为青椒是比较绿 所以老师用了比较深的颜色 来先涂上 还有尾巴的部分 也是比较深 老师对那比较深的绿色 对不对啊 OK 好 老师呢 左右两边 特别上下的地方呢 老师用个没有特别特别深的绿色 给它挂出来 一样的 还是先勾边 勾完边 然后 再 开始 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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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将其白白的地方全部填上颜色 你们填慢一点 OK 老师的青椒呢 慢慢地从涂颜色的过程中呢 慢慢地跟我们生活中看到的青椒 越来越相近了 越来越相近了 是不是呀 所以呢 你们对你们平常生活中所用的一切的东西干嘛呀 都要进行观察 对不对 好的 老师用个特别浅的绿色 在这个青椒的中间的地方呢 给它涂上颜色 老师的青椒呢 就完成了 对不对 好 老师呢 现在呢 再将你们来画第二个东西 第二个画什么呀 画一画 我们熊猫 比较爱是什么呀 竹子 对不对 那我们来画画它下面竹子下面产的什么呀 熊猫爱吃竹子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画画竹子下面产的什么呀 叫做竹鼠 好 那怎么来画呢 那你就来看了 从最下面 竹子是不是埋在泥土里的 对不对呀 从泥土里慢慢冒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下面要先画个什么呀 小小小的椭圆形 然后再画一层 好 竹子的上面有干嘛 一点一点的 对不对 好 现在干嘛 现在老师教你们来一层一层的把竹子给画出来了 好 第一层 我们先画右边的 从中间这里取一点点 深一点点就好了 往上画个特别长的弧线 OK 到这里不画了 让弧线 要向上弧的 好 那再画下面这根呢 哦 向下弧的 鸡鸭是不是看下图子是特别的饱满了 特别的大 好 第一笔画完 第二笔再来这一边 好 画上去 好 一样的再画进来 OK 好 第三笔还要从下面开始 好 画长一点 画高一点 因为你们大胆的画哈 大胆的画 你们一定画的也特别的漂亮 好 我们的竹子 竹子就慢慢的长出来 慢慢的越长越大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呀 老师从下面开始画 所以我们上面干嘛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对不对呀 哦 对了 好 OK 竹子 完成 好 干嘛呀 因为竹子上面还有小小的小叶子 是不是啊 这都是什么呀 这都是我们竹子竹子最外面的什么呀 一层一层的什么呀 叶子 对不对 对了 你们生活有观察的小朋友可能知道老师可能老师可能老师我这次都白白的哦 白白是为什么啊 因为外面的疲惫剥掉了 所以你们吃到的白白的 对不对 如果没有见过的小朋友没有事情 叫你们爸爸妈妈周末带你们去 手品一下去超市看看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好 好 那因为竹子被买在泥土里 所以呢 最下面在干嘛呀 要画得深一点 要跟泥土的颜色比较接近 哦 ��浓深一点点 好 涂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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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oo 好看,自己的饱满 OK,好 那老师呢 今天有两种 不一样的 黄色,看到没有 是个土黄色的颜色 一个深一个浅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第一片 的叶子 老师呢,直接给它涂上颜色 好 左边一片 右边一片 好,再画一个颜色 涂下一层 现在是不是看起来 这边特别的丰富了 好,再来涂这边一样的 还是用什么呀 用我们的这一头 把它的边边 全部的 勾好来 来 你们要慢一点 不要着急 你们跟他老师在用的方法 这个笔 怎么运用 好,再画下一个颜色 都不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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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OK 好 再来画一个浅一点点的 是不是这样子看过去干嘛 我们竹子的层次 就特别特别的多了 就特别的漂亮了 对了 好 现在呢 将把我们的叶子也涂一下 好 绿色特别的亮 OK 好 这样子我们的竹子 怎么样 竹笋就完成了 对不对 好 用你们的笔 将我们刚才今天地方干嘛呀 稍微的话长一点点 对不对 OK 都长一点点就行了 好 我们的青椒 竹笋 就完成了 那这节课 孟姆老师就先到这里了 不太 更多